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很多华人父母都是这样啊 要替小孩做一些安排 替申请大学铺路啊 这好像很常见哦 那你爸妈以前有帮你做这些安排吗 我是放牛吃草行的 就算他们安排 我不一定会follow啊 哇 你这小孩真酷耶 但是我同事的小孩才八岁耶 蛤 这会不会太扼杀了他的童年啊 八岁 可怜的小孩 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呢 我想作为父母的 最担心的不就怕小孩输在起跑点上吗 但是这也太早了吧 让我们帮那个poor kid 问问升学顾问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也很想知道耶 这样子呢 也能让我同事稍微安心一下 知道怎么样替他的小孩来安排 建立未来的这个他的resume啊 嗯 没问题 跟着我就对了 让我call给我们的升学顾问henry hello henry hello henry hello henry hi paul hi lia henry啊 paul的同事呢 早早就在替八岁的小孩规划未来申请大学的资历了 好吓人的超前部署哦 是啊 henry啊 我可以体会作为父母怕小孩输在起跑点上 但是呢 有需要这么早吗 是不是应该等到高中才去烦恼呢 听说高中选课更重要耶 那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八岁 我对我来说 我觉得可能八岁可能相对来说可能相会太早一些 但是我原则上是建议说 从七到八年级开始就可以开始做一些规划 让小孩子比如说去夏令也好 或者是多修一些他自己平常感兴趣的课也好 然后关于高中选课的过程 基本上我的建议是 基本上是说像九年级十年级 他们相对来说选课 他没有太多的选 相对来说没有太多的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课都已经基本上是定好了 但基本上十年级 设计到尤其是十一年级 然后学生才有基本上有机会选择 他自己要想选的一些 比如说AP课IP课或honors 他们这些课程 然后基本上原则上 之所以要选这些课程 是第一个是让学生挑战自己 然后第二个就是 让把这个是唯一的 基本上选这些进阶的课程 是唯一的途径 可以把自己的weight 自己加全的GPM 然后继续拉高 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GPM 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的话 就比如说可能3.0或3.3以下的话 然后我们建议基本上建议说 他不应该修那么多进阶课程 或者说应该利用暑假时间 或者是或是 课后 然后去比如说去Common College 多修一些课 然后提高自己的GPA 生学顾问建议8年级到9年级 看来8岁还是太早了 我想也是 我觉得那小孩真的很可怜 不过刚才Henry讲的蛮好的 就是说 也要看孩子自己的能力 就在选课的时候 也不要太夸张的选一些 自己不能handle的课 那等到暑假的时候 或者是有其他时间的时候 再去晋升自己 那这样的话 才不会把他的Regular的 这个Class的成绩拉得很低 对 那Henry啊 我可不可以再问你一下 那你有什么建议有关于 这个课外活动呢 基本上课外活动 像比如说很多9年级的小孩 他们其实并不清楚 他们将来想读什么 所以也就是换句话说 9年级的课外活动 通常是比较Broad 学生可能选一些 各式各样的一些课外活动去参与 然后但是没有太多的Focus 但是原则上说 9年级这样是OK的 但是现在到10年级到10年级 其实他的课外活动 应该是有一个 应该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Direction 就开始Narrow them 开始Focus 像比如说学生假设 比如说他对生物感兴趣 然后学校可能自己本身 有一些生物的课程 除了生物的课程以外 可能有些Biology 像Biology Club Pre-Med Club Doctor Club 这些靠儿童 然后他们也可以参加 比如说如果你满16岁的话 你可以去Hospital 然后做Volunteer 然后暑假的话 然后也有一些针对 是Biology 针对比如说 为了想当医生的一些 一些Summer Program 像Rosetta Institute Bio Medical Research 然后他们就提供 暑假给提供小孩 然后去一所知名的大学 在加州 然后比如说上一到两个礼拜的一些课程 然后去进实验室 做一些实验 然后比如说学生 比如说对Compute Science 感兴趣的话 他们比如说 可以开始做一些Coding Project 自己编一些程序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也有相对应的一些Summer Program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到 比如说那些Professional 他们Professor 他们具体到是怎么样去Code 他们这些都可以 透过这些课外活动方式上去学到 哇 原来课外活动可以这么多姿多彩哦 对啊 而且Henry刚才讲得很好哦 就是说九年级可能还在摸索 可是十年级 十一年级以后呢 最好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样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呢 好好去增加他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啊 对这样也可以确定一下自己的兴趣 嗯 那Henry刚才我听到 讲到这个暑期Summer Program 那Summer Program很重要吗 对一个学生来讲 不是Summer就是玩一玩而已吗 Summer Program其实是蛮重要的 所以因为你这样想 你反过来讲 就学生基本上就 19到12年级 他唯一空 唯一相对来说很长时间 唯一空白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暑假 就寒假Winter Break通常太短 所以暑假是真正一个长时间 让学生可以说 可以做一些真的自己平常做不到的事情 然后有些大学甚至也会问说 OK你过去 比如说过去两个暑假 然后有在Summer 有做过些什么事情 然后学校也希望 就是学生不要浪费 就是每个Summer 然后Summer Program 然后也最主要也有分 也有分几种 有些Summer Program可能就是让 让学生去大学修一些学分 或是去上一些课 然后有些比较进阶的 一些比较competitive的Summer Program 然后会让学生 就是有机会跟 在实验室跟Professor做一些research 有些从4个礼拜 甚至到比较长的10个礼拜都有 然后除了Summer Program以外 我们在Summer你也可以考虑 学生也可以考虑 比如说Volunteer 然后Internship 然后或一些Each Job 然后也可以让学生 获取一些额外的经验 然后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学生的自己的Growth来讲 哇长知识了 别说你这种距离升学 有点久远的Uncle 就算是我这种刚刚毕业不久的 我都不太知道 原来Summer Program这么重要 我都当作玩一玩的 对啊我在想 你可能也是真的玩一玩而已 不过Henry刚才跟我们提醒的非常好啊 真的是 学校也会看一下 Summer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是不是有一个有理想 有目标的人啊 如果没有 那学校干嘛收你呢 就是啊 学校也要挑那些 有理想有目标的学生 而且会把握时间的 嗯 今天通过Henry这个 专业的升学顾问 又长了很多知识 这样你可以跟你的同事 再沟通一下 告诉他们 不要再强迫他们八岁的小孩 到了年纪呢 再去做这些事情就好了 是啊 我可以跟那小孩讲说 尽量玩 等到高中再说 嗯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成就你的人生梦想 哇 才发现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